巨剑距离萧炎只有不到十张的时候 此刻萧炎嘴巴忙得一张 一道流光便是从其口中暴力而出 掀起震耳的音爆声 流光直接掠向了朝着萧炎袭来的巨剑 两者体型上完全不成比例 但在碰撞的一瞬 这巨剑仿佛轰在了铁板之上 整个剑身都是一阵 这是江太医没有预料到的 但此刻萧炎的巨尺已经朝着他呼啸而来 江太医当即便是面色大变 他的元气已经消耗过半 再度力喝一声 行神霸体招 但此刻已经来不及让江太医有更多的动作了 萧炎手持八荒玄重尺 火浪和雷霆揉砸在了一起 爆发性的攻击力从八荒玄重尺上倾气而出 强悍且凶狠的力量狠狠地砸在江太医的身上 扩散在身体周遭的层层心灰 在抵抗半歇不到的时间瞬间崩溃 只见其直接倒射而出 胸膛之上更是出现了可怖的顿伤 雷霆和火焰更是在他肉体之上不断肆虐 一大口鲜血夹杂着破碎的内脏喷出 江太医在地上连续狼狈地翻滚 身上的伤势出奇地重 即便斗神的恢复能力再强 但这一刻 萧炎却完全有斩杀他的机会 只见他的十方斩魔剑 到现在都还在和萧炎的虚空之所抵抗 最终在一声清脆的轰鸣后 他的巨剑直接崩碎而去 见到这一幕的江太医明白 眼前这个元气底蕴看起来和自己差不多的家伙 实际要比他强得多 在我死之前 能不能最后告诉我 萧炎却究竟来自哪个圣灯皆空 江太医瘫倒在地 他此刻已经放弃了在战的念头 苦笑着开口询问 左蜀的势力可能比较多 你就算知晓也无用 把你纳戒交出来 我可以不杀你 萧炎平淡地开口道 文言的江太医微微一致 你身上的杀伐之气如此浓烈 没想到形势却这般优柔寡断 你可知 今日你放过我 他日 我定会成为你的肉中刺 江太医自己都不敢相信 萧炎竟然会放过他 顿时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 别太高看自己 在我眼里 你还太弱 恐怕没机会成为我的肉中刺 萧炎笑道 江太医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 迟疑了一下后 才开口说道 你所言当真 纳戒可换我性命 当然 不过前提是 我要看见纳戒里 有足够多的神源契丹 还有那百枚杜饿果 萧炎说道 江太医知晓 现在不信也得信 更何况 萧炎没有哄骗他的必要 若是他真想杀他 杀完再夺心纳戒 效果也是一样的 江太医随后便是一抬手 将手指上的三枚纳戒 即是抛向了萧炎 结果纳戒后 萧炎灵魂之力扫过 确认江太医没有隐藏后 便是微微点头 滚吧 我想还有机会再见 若下次还是这么菜 就没有再活下去的必要了 萧炎冷冷地说道 江太医苦笑一声 不敢反驳 成王败寇 狼狈地站起身来 摇摇夜夜见 化作长虹 迅速离开 显然生怕萧炎出尔反尔 古旧一种看着化作长虹的江太医 其眼神微明 带着怨恨 但他也明白 是杀是流 不由他们做决定 萧炎为他们出手 已经很不错了 萧炎迅速将江太医的纳戒 收刮了一番 不得不说 毕竟是来自上等阶空 在江太医的纳戒里 萧炎直接收刮到了一千万的神员契丹 这等磅礴的数量顿时让萧炎的口袋变得充实不少 虽然且不知晓 那所谓的主要拍卖场究竟会拍卖些什么东西 不过多备一些神员契丹在身上总是没有错的 更何况 神员契丹不仅能够当作货币 而是修炼和战斗补充的必需品 更何况 萧炎是炼药师 还可以把神员契丹 炼制成战斗中能够快速补充的丹药 这里是神兮世界 自然不是贫瘠的神法之地 在能够拥有更多神之元器的情况下 资源成了关键 不过对于如今已经拥有 35万星辰底蕴的萧炎来说 这一千万的神员契丹 实则供给不了修炼多久 而且神员契丹杂质颇多 质量更是参差不齐 想要用此来修炼 还需将其炼化 所以用神员契丹来修炼 恐怕也是无奈之举 萧炎将江太医纳戒中的神员契丹 和杜厄国取了出来 随后便是将三枚纳戒交给了丁岳 结果纳戒的丁岳 便是开始了在纳戒中的一番探索 时不时地露出兴奋的表情 很显然 还是获得了一些他心仪的材料 姑舅此刻上前 对着萧炎拱手抱拳 即便萧炎没有为他们报仇 但总归也是为他们出了手 还不至于落得灭族的下场 萧炎此刻没有去理会姑舅 而是目光朝着远处 他之前出来的洞穴看去 便是立声喝道 你们最好出来 头盔可是会死人的 幻音一落便是看到四道身影 记忆也在其中 自然不敢怠慢 急忙上前 额间更是密布细汗 大气都不敢出 连上等一等 一会儿再发落你们 记忆倒是一直都知晓 萧炎很强 而这三人在看到了萧炎之前的战斗后 更感受到了萧炎所散发出来的强大威压 便才知晓 萧炎的实力完全碾压他们三人 若是之前在洞穴中 萧炎没有留守的话 恐怕他们已经化作了飞灰 而后 萧炎目光才看向了姑舅 直接取出了五十枚杜饿果 送到了他面前 姑舅顿时便是无比错愕 很是不解 这是萧炎的战利品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资格索要 大人 此物是大人夺来 我等没有资格 姑舅很明白他们现在的处境和地位 你们赖以生存的四转都恶术被毁掉了 我想这都恶果 能够成为种子 既然家园不在了 只要还活着 重现一个新的家园便好 萧炎将五十枚杜饿果 浇在了姑舅的手中 闻炎的姑舅 微微一愣 再度抬头看向萧炎的时候 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激 我也并非什么善人 不手里还分了一半吗 但我想这里已经不适合你们生存 带着种子离开此地 找个新的地方 再重新开始吧 萧炎缓缓地说道 说完 姑舅直接跪到在萧炎身前 与此同时 整个孤灵鸟一族存活下来的所有人 其是奇奇贵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